作为九龄花的两大顶流之一 杨子的口碑和热度向来不差 这两年以来 她的进组频率也比从前高了不少 主演的《要久久爱》和《成欢记》还没播出 又低调进组了新作《果色芳华》 这部作品无论从演员阵容 还是作品题材来说都让网友格外期待 好像自从那年华开月正元后 就很少看到单一女主经商的成长流作品 除了题材讨戏外 杨子在国色芳华中的造型也让人眼睛一亮 前进的妆面和复古的发际 都很有唐公美人的质感 其实杨子的五官风格和气质 很适合唐公美人 早在纪录片《国家宝藏》中 就以文成公主的造型出圈 只是那时的她眼中还带着少女的天真 如今的何维芳却大气雍容 让人简直忘俗 粉丝为何为方批上去的牡丹花元素 并不显得悬兵夺主 反而有种名花倾果两相欢的经验 让悬浮的古偶造型多了历史的厚重感 也更加期待杨子在新作中的表现 除了令人惊艳的路透美照 杨子的进照状态也格外迷人 新换的造型师完美凸显了她的颜值优势 无论古装还是现代造型都很让人心动 《国色芳华》这部剧改编自一千众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名奇女子何维芳 由牡丹培育而起 中达记名就是 帮助天下的传奇励志故事 她凭借助培育西式牡丹的高超技能 涉足上海勇创长安 却意外结识了迎刃折服的天子 竟成花鸟式蒋长阳 她们不仅共同打造了 甲域呼啸的花响容品牌 何维芳还克服困难 最终赎回祖产方圆 她带领姐妹各站所长 收容命运坎坷 前路迷惘的女性 祝她们学手艺以安身立命 将方圆打造成了繁华女儿国 在这之后 何维芳决心转型实业 创办自由 乌养 早梁的乌庸堂以求利明 国色芳华这部作品的亮点 不只是杨子的唐公造型 还有她和李线 既亲爱的热爱的后 再度同框的惊喜 两人同框照理的身高差和体型差 都让人直呼嗑到了 杨子看向李线的眼神 更是梦回童颜夫妇的甜蜜时光 网友调侃 这简直是从亲爱的热爱的 穿越到国色芳华 让人无法不克 相信第二次的合作 两人的默契度会更高 虽说亲爱的热爱的已经播出好几年 但国色芳华凯基仪式上的李线 似乎还是当初那个寒商言 角色滤镜又好又坏 自带粉丝基础 孤然令制作方惊喜 但演员想要打破孤友角色印象 却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相信李线不会让大家失望 在大多数网友印象中 李线是不太适合古装造型的 毕竟她当初在剑王朝中的扮相 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简直就是阳短臂长的模板 但她在国色芳华中的官服造型 却让人眼前一亮 蓝色官服和黑色的帽子 显得角色将长阳气质儒雅 很有全程的味道 比起比较调风格的古装来 李线的颜值更适合军装造型 她在《人生若如初见》中 饰演的良香 可以说是微波鲜活 但这部作品因为题材和演员等问题 一直不能上线 另外根据官方公布的演员角色表来看 和原著小说差距很大啊 当天国色芳华官博一次性宣布了27位演员 看了网友整理的讯息 发现除了男女主外 其他演员真的不太认识 阵容属实有点拉垮 而且李线古装还没抗拒代表作 也意味着这部剧的压力都到了杨子身上 明显是想靠杨子单抗拖航母 而且这部剧竟然加了这么多原创角色 估计得大刀阔斧地修改 比如女二 原著中的白夫人 谭容 律师 和维方的另外一个哥哥等都没有了 看来史牌改编很大 希望编剧好好修改原著 不要魔改就好 杨子之前的秦簪行 就是因为紫本芳为了捧男主角魔改剧情 本来是一番大女主角剧改得面目全非 国色芳华魔改不仅遭到原著书粉的质疑 也引起了杨子粉丝的不满 可能是看到了长相思的成功 大家都想透过杨子的剧飞声 于是紫芳开始想尽办法网剧组塞人 这部剧是华策这几年投资最大的项目 已经谈了芒果的上心 导演是指导下一战事幸福 以佳人之名去有风的地方的顶子光 编剧是直笔老九门 沉香如蟹 冰与火的张约昂 制作班底还是不错的 希望国色芳华不会被魔改 剧情设定和演员表现上能有所突破 祝拍摄顺利 不仅如此 网友透露这两天剧组开拍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从开机一试就知道 那些带拍去了另外的山头一只鸟都没拍到 不过这两天带拍还是有收获的 拍了和维方家的羊和蒋长羊骑的马 从来没有一部剧连马羊都有路透 而且是羊下班了 马下班了 所以说杨子立宪新剧国色芳华是真的火啊 不过我客观的说剧组这样做是对的 就应该要严防死守 杜绝一切路透 这部剧从官方宣开机到现在 两位主演黑料不断 那些场摔的来看看 是不是跟当初常相似一模一样啊 还有传女儿咽压的 我想说杨子哪一部剧女儿不漂亮吗 杨子现在抗剧实力 是靠过硬的演技和台词功底来的 来看看1月3日得塔文的数据 杨子立宪国色芳华已经排名第一了 刚开机就可以登榜首 这样的剧你不期待吗 好 而且杨子五年之内 三部剧热播同时也成为爆款 目前存货还有长相思第二部 要九九爱承欢季青三行等 据悉要九九爱可能很快就会播出 以前杨子都是和顶流小生们合作 从李线开始到肖战 再到徐凯 樊诚诚 还有张婉义 邓维和谭剑次等 秦三行巨熄换成彭观音主演 这部剧也是命运多舛 期待早日播出 网友看到的装造都很满意 而且两人的路透看起来也很搭 的确选择剧本很重要 选择男一号也是很重要 有些演员买雷 不知道什么时候汇报 但根据杨子和李线的关系 李线不可能是暴雷的人 因为他很低调 很少有绯闻 虽然传说女友是网红 但也没承认 说不定都是假的 杨子进入创作的巅峰时期 暴剧是一部接住一部 它是九零后小华最抗拒的一个 而且发挥很稳定 品质也很不错 值得期待 很多人都希望他们二达 因为大家都难以忘记他们所塑造的形象 真是CP粉们的狂欢时刻 有人搞笑说能够边拍边播就好了 这种可能性很小 因为每部剧都要做后期 无论如何杨子选择了我们就近代佳音吧 有杨子的剧就追 你是不是这样 不必我们下期间的一个 这个简单发给予怎样的 这两个公共产党的表面 几次不及 tub的 不隙之一的一样的